叫什么小数不打不成才 小这个什么孩子不打不成人 这个期这个话期呢 讲一讲这个暴力型父母对女儿的这种暴力美学 这种暴力型的父母呢 不去正面处理他们自己面临的 比如说婚姻啊工作呀 家庭啊这些问题 他们将怒火和挫折不顺归结到女儿身上 他们会说都是因为你才害我这么生气 女儿就成为他们的出气头 为什么他会专长女儿下手呢 因为他们知道女儿即便是长大成人也很难 马上就能够打回来 大多数女儿最起码得到个四五十岁你才能打得过你妈 最起码得到你爹八十岁以上你才能打得过你爹 那个时候女儿往往他会被各种各样的伪道德 或者说社会规则 或者是他要做给他的孩子看 他就不敢去打回来 他就会约束他 所以说呢 当这个作恶不需要付出 不会被惩罚 不需要付出代价 他们就丝无尽的打女儿 他们不会打儿子 为什么呢 他们知道女儿 儿子一旦到这种青春发育期 一旦到了成年的时候会打老子的 会打回去的 儿子打电骂娘那是太常见了 对吧 他们在从小到大听过的看过的 尤其在农村看到儿子打电骂娘的太多了 所以他们不敢打儿子 在这个女儿无力还击的时候 也只能继续无助的生活在这种愤怒恐惧 然后呢暴力性父母呢 就会把暴力归接于女儿 然后呢极力的美化他们的暴力行为 什么棍棒底下出好人 什么这个孩子不打不成才 然后呢只有不停的变态的打骂 才能使女儿严守他们的伪道德 就是双标 就是约束女用的 就是来欺负女用的 这种行为是准则 用他们的话来说呢 孩子就是用来打的 下雨天打孩子 闲着也是闲着是吧 所以呢 就是我们想说不听话也被打呀 那我们父母也是这么打我们的 那我就得打你 然后呢 现在他们就得是被打 否则我被打不就白挨了吗 他们的这个思维是这样 而这种想法呢 导致呢所有暴力性家庭出来的女孩呢 在心里留下了这种阴影 和不安感 同时呢暴力性 这个还有一个暴力性 这叫冷暴力 就对女儿表现的冷淡 清晰 放任疏远和漠不关心 甚至是屏蔽 孤立你 霸凌你 赶你走 然后使女儿在精神和心理上 遭受了严重的创伤 女儿不停的检讨自己的行为 觉得自己是个很恶劣的人 这种自卑就会演变成自我 觉得父母这样对自己都是以为自己不够好 暴力性成长的女儿呢 当年她们人生的痛苦责骂 愤怒往往无处发现 在成年以后就会想方设法的寻找 宣泄的途径 这就会造成往后她人生里的基调了 就难以维持的亲密关系 破裂的亲子关系 缺失的自信 无处由来的无明火 和对父母深深的憎憾 缺解聊过的 武汉的 她在广州做那个设计室 但是现在她应该大概就是 没什么这个工作 没什么单子可接 因为这AI嘛 人工智能 这种一出来是吧 那不需要你花着钱 请你去做什么设计师了 你顶端就改改 她呢就是有这种暴力性的父母 然后呢确实在这澳大利亚的网友 也有这种暴力性父母 就是他们就是来找个出气头 来转压自己童年遭受的这些苦难 这些痛苦 他们也有他们的暴力性父母 所以他们就是找个出气头 所以呢这个袁安娜身上 在那个雷斯女网友 就是那武汉在广州做设计师的这个雷斯女网友 她呢就是也不信任男人啊 因为她爸呢一直在性亲她 亲爹 一直在性亲她 所以她就很怕男人 但是她又有非常的这种淫欲要发现 她就找女人发现 他们带着假洋具互相的插来插去 但是呢她和女性 这些女童性恋嘛 也没有维持一段就是长久的稳定的关系 她没办法维持亲密关系的 然后呢就她呢也不想结婚 不想生孩子啊 就是她肯定也不能找个男人结婚是吧 那她又是一旦成立家庭 估计也是那个家庭的悲剧 她肯定不能就是维持一个正常人的 就任何的正常关系 她连朋友关系都维系不住 她跟缺姐也说 就缺姐就觉得她突然来着 莫名其妙的愤怒的无名之火 我干嘛要我作为玩 为什么要承担你的无名火呢 那缺姐赶紧拉回她 这个云娜 她经常是夜里 这个乱打她老公 她也是 她也是就是一种无名火 对她老公也是 她说我自己无意中 拷贝了我那个母老虎的妈 然后呢 她还想生孩子 确解她还有抑郁症 她想生孩子 确解把她劝住了 我说你千万不要在这个阶段 我说你现在自己没有抑制好自己 你有身体上的这种抑郁症 同时呢你心理上的认知是错乱的 我说你这种伤害这是对孩子的灾难 也是对你自己的灾难 你有可能作为一个自我牺牲型的 就是无脑付出型的 溺爱孩子的这种垃圾父母 我说那你对孩子也好 对你好都是毁了 缺解把她拉住了 然后呢 本来她跟她老公也是 就婚姻关系曾经就是危险过 缺解也把她劝住了 我说你呢 还是冷静下来 我说你看看周围的世界 周围的家庭 周围的婚姻 就可能大多数男人还没有你老公这 说你老公的指掌呢 他是愿意和你走下去的 我说但是你得学会控制你老公 你不能让他人性里的恶激发出来 你得是激发的人性的善 引导他向上 引导他付出 他对你付出的越多 他就越听你的 而且呢你不能被他轻易的利用成 传宗接代的生殖工具 我说你一旦是随便给他生孩子 他不会感激你 他只会觉得你贱 我说你得让你得先学会和他相处 你别轻易的生一个孩子 让这孩子 他他会在这孩子上投入他病态的这种人格和心理 他老公也是个留守儿童 农村留守儿童 他也当过留守儿童 这两个有病的人是很难互相救赎的 我说你你也不要想着你老公能救你 我说你得是自己医认自己 我这老公心里也有问题 我说你老公生个孩子就会在 你们俩都会在孩子身上投射自己病态的心理 我这孩子毁了 要么就是个白眼狼 这个啃老的寄生虫 要么呢 就是你们俩心里都不正常 你这孩子心里也不会正常的 我说你们俩 就是说现在这个人工智能也好 还有这个什么生殖技术也好 都能让你们 就是说以后通过试管做婴儿啊 就等你们成熟身体状况稳定了 同时你们的工作和学业都已经结束了 是吧 你们的工作稳定了 学业结束了 我这时候你们再生孩子 我说你们到40岁再生孩子 也不晚 我说甚至到50岁通过人工事也能生 我那时候再生 我说那时候如果你们真的还有繁殖欲 是吧 那缺解和老公就说的很好 我说咱俩都不什么优秀的基因 是吧 你看我矮 我说你也不高 我说你还有矮子家族 你复兮的矮子家族的这个隐形基因 我这个复兮家族 他那个还有一点隐形的精神病的基因 我说这都不是一个好的基因 就是两方面都不是 都有这种隐形的垃圾基因 我这对咱们的孩子来说 是不利的从这个孩子角度来说 再从咱们自己作为父母的角度来说 孩子会消耗我们的资源 我说我为什么要为一个孩子 被一个孩子捆在一个不喜欢 和他德国 我要待18年满足他的这个公立学校的教育 到他成立以后才能离开德国呢 我说我不行 我不能为这孩子拴住一辈子 我说我必须赶紧走 我必须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 我说那你呢和我呢 就是到外国去到西班牙订去 这样呢我说你有度假你有落脚的地儿了 至少度假你不用花这个住宿费了 这住宿费是这个旅游的这个度假的大头儿吗 我说这样的话呢 咱俩都能过得很好很轻松 我说孩子呢给我们的回报 除了陪伴价值和那点陪伴价值很可能 孩子给带来你的痛苦烦恼 他的成长的所有的问题都压在你身上了 我说像你这么一个比较软弱的性格软弱的人 解决不了任何孩子的问题 我说我这一个外国人在德国 也不能帮孩子解决任何的问题 只会给孩子带来问题 你看缺解理智不理智 缺解就这么理智 我说不生孩子 我说顶多是别怀疑咱俩丧失了生育能力 是吧 我说你为什么要在乎别人怀疑你呢 我说我都不在乎 你看我在中国人的圈子里 我经常跟那些有繁殖意义的中国人在一起 他们都怀疑你没有生育能力呀 卧槽我他妈又没搞破血 我又没卖英 我有什么丧失生育能力的可能性呢 真他妈笑话 只有这种烂交女公交车才有可能 就是因为自己对自己生育能力的不自信 非要找个男人拼命的怀孕 可能他结婚前就做过人流 那缺解怀孕那葱花就这样 缺解发现很多做过人流的女人 就是结婚前做过人流的女人 他非要再结婚 我拼命的生孩子证明自己还有生育能力 还对这个男权社会有价值 就很多都是这样的 观察很多 这种心理就很隐秘 很隐秘 非要证明自己 还有还没有丧失生育能力 他妈我就没有滥交过 我也没有搞过破血 我也没有做过人流 我为什么要怀疑自己丧失生育能力呢 我为什么要通过生一个又一个孩子来证明 哎呀我还有生育能力 我对男权说我还有价值啊 不用呢 我的价值在脑子不在缺解的下半身啊 不在缺解的肚子里啊 在缺解脑子里这是比较高级的 在你的下半身就是比较低级的 这就是社会规则对这个生育能力的这个定价 你定价就是这么定的 只一旦你把自己低价值的这个产品贡献出来 你本人就会低价 就会廉价 因为你是拿着自己的生命来还 你说我拿自己的脑子换 我拿思想换 我就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 是吧 只会让我变得越来 这个脑子越来越快 越来越想东西 想得越来越成熟 所以说呢 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卖出的产品 一定要高价 就是那种溢价值高的东西你卖出来 你不要卖那种溢价值特别低的 甚至被压价的东西 比如说你的肚子里的孩子就是被压价的 这是有文化的人才能理解的啊 没文化的你就不用听了